郑景貴 郑景貴75歲大寿之日 高官寫要齊聚門弟 有位同樣是客家習慣的商骨富豪 獻上了他貴重的獻領 這名晚輩絕非等賢之輩 他和郑景貴同是集了四的五大捐獻領 留著同樣的客家血脈 載著南洋之地各成十九世紀的商業企盤 冰城這座著名的藍色大屋 據說當年門前有一列的蓮花缸 當蓮花盛開時 沿著牆門吹風搖曳 尚是好看 久而久之屋外的這場鞋 就亦名為蓮花合入 藍窩的主人 氣勢非凡 是真正的清朝大官 被朝廷為以華僑領事 商務大使 傾差大臣等官職 是當時海外華人的最高法爺人 他在有生之年 為企業版圖奔走各國 廣返中國東南亞 在晚清的現代化 或本地的文化實體建設上 鞠躬不少 堪稱一代劇情 張立氏 來自廣東大谷 家裡務農 放牧文生 父親是個書生 教他讀書十字 但他不學本憂得事 反而要破壞女浪 建設神方 立志在海外創業 要以商智庫 這樣 聯邦十六的牧童 自身南下 開展了他夢想王國的第一章 出場 在海外創業 vintage 他在哪裡 他在 也比較大 他在外財 在 在 1858年 經過一番的奮鬥之後 當然也得到他的頁丈的支持了 開始了 他一定的商業基礎 開了一間店舖 收購出產等等 她的老婆的哥哥就自助她了 不少几年 自己比外加更有限 以后又到了绵兰 跟张一兰 三红兰两兄弟 这个公司开这个银行 绵兰的银行 她赚取的一笔资金 开始投资在农产业和种植业上 尤其在富门达拉的日夜 因为眼光不道 大货丰收 由于和印尼的荷兰殖民政策关系良好 她也获得了鸦片 烟解的小马城包锤 付出几年的时间 已是腰缠万回 关于冰城这块 她还是要到等到四九世纪末年的时候 才跨过这个南游家海峡 来到冰城的 她在冰城开设的一间 也是收购土产 进出土产的商业 那么名字就叫万玉兴 但是由于万玉兴的不断扩大 出金累积的也算是有所成就的 过后 张碧士的商业版图 拓展到冰城 当时 她已是一名名列前茅的华侨富豪 万玉兴以土厂贸易为准 后来也设计矿业 在文东和巴西本地开采批矿 同时经营小马城包业 参与各城镇的建设 一连串的投资作业 使她成为马六甲海峡 最成功的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就是指 身兼两重身份的商人 一方面 他们是巨商逃富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是亲情的大官邀人 所以这个叫做红顶商人 张碧士在1893年 被为以清朝驻冰狼羽的 第一院副领事 当年 路过冰狼羽的清朝外交官 就文其名 将她引荐给光绪皇帝 和慈禧太后 让她专领海外侨民的事务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观止封号 1893年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代 因为清朝需要外面的花桥 替她拉拢 争取那个资金回来 张碧士就开了这个道 开了这个道之后 听到说 你不要做冰城的领事 副领事这么小 你去新加坡做领事 所以把她掉去新加坡 都没有事 张碧士在新马两地 做了清廷的领事代表 更是左右逢远 在三地奔跑经商 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版图 同时参与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 修路 建造 在个人的经济投资方面 最为人兴兴兴乐道 且成功进驻国际市场的 莫过于在山东烟台所创设的 章粤酱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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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晚的那些年 他就在那个 济南的山东烟台所创设的 章粤酱酒厂 所以这些都很出名的 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部网在中国 而且他本身呢 也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 在银行业方面 甚至张碧士 他因为他的富家一方嘛 很有钱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够来带领 包括清朝也把他请来做部长 请来做这种清财大财 就是商业部长 找外来的投资 那么其次呢 在全国隔地 他又设置了 玻璃厂啊 那再开采屯山啊 等等 这些都是与 当时最 对科学化的科技 来发展中国的自然基础 取得非常丰盛的成绩 张碧士在祖国商界辉煌 在那样 又因个人的受为重任 善用天机母润 创造了一时无量的企业格局 十九世纪末 在经营万日星 和日理土产业之时 他收购了四艘轮船 航行于苏门达腊 冰虫和中国之间 成了南洋海运业的先驱 关于海运业的开始 以山意识 描述了他鲜明的民族尊严 提前呢 就有一辆德国的船 他有钱他要买一号位 哦 他说你我华人 我确定一号位没有给你说的 那个时候有些人 其实 其实有些人就后来 他开 他自己开一间船船 跟他斗 把他斗法 1903年 张帝氏在受委为商务大臣 兼冰狼语的管学大臣 负责将当时的文心思想 移植到南洋 为了推行正规的新式教育法 1904年 他在槟城捐助了一块地 创建了今天还建在的 孔盛庙中华学校 并长期追赴学校的建设发展 他的整个教学内容 包含了传统的古典经济演讲 还包括了我们近代上开始出现的 比如说 学生 学生不是今天的公寓 或者是道德教育 还有体育 那么这个是全面教育的一个开始点 我们所说的这个 totalistic and holistic education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如今 孔盛庙中华学校 已分中小学两座校 这座副校 以及这一座以他为名的礼堂 还有这几座 以清朝政府有关的牌点与贝勒 表扬了他的贡献与地理 据说张帝氏小石范墨曾做山歌唱道 满山竹子比比直 墨笑穷人 无饭时 慢得几年天地种 范争端出任命时 山歌唱出了一个穷孩子盼望的春天 意图改变困境的志向 张帝氏乔军南洋至死 成为十九世纪 使用潜力的企业大风 这座蓝屋 也许就是他命星王国的 一辈子集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